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明子千的故事 讲给他们听 前面的这些澳洲人 都在那里点头 边听边点头 事后我们跟他坐下来聊天 说你们听完 有什么感受 他们继续点头 然后说道 做人应该这样才有味道 所以本善的心 不是中国人有而已 而是什么 一切的人都有 所以孔夫子的教诲 是可以造福全人类 而不是只有中国人 是因为姻缘的状态 古代没有资讯的发达 他们所知有限 现在这个时代 他们更能快速来学 但是我很怕一点 到时候再上中文 站上去一个美国人 还是一个欧洲人 那你们坐在底下听课 有什么感受 所以有这么好的机会 接触到更古不变的道理 这个缘分不可措施 所以除了文言文的设立 再加上它是真理 才能够沉着下来 那当长者把这一段话讲完 我的内心很激动 因为我以前都是把文言文怎么样 丢在垃圾洞 突然留下 伤心 不不不 留下 忏悔的眼泪 这位同学 你有没有流过忏悔的眼泪 流完会怎么样 全身失常 所以我流完眼泪有一个体会 这一生 不再为伤心掉眼泪 伤心掉眼泪会肝肠 蠢断 这样没做到弟子规 弟子规说 身有伤 疑轻忧 当你 在难过 在痛苦的时候 谁比你更痛苦 谁啊 你们都讲这么小声 你们还有良心啊 父母 我也是啊 比较愚昧的人 活到这把年纪才看得懂 现在想起来都快哭出来了 我体会很神 谈了一次恋爱的过程 我妈妈对我说 你这三个月所掉的眼泪 比你这二十几年加起来还多 各位同学 今天的课要保持一个 今天的课呢 我们要一个默契 不可以对外讲 摄影机要不要关起来 你看哦 母亲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我内心是什么 舍不舍得啊 你看我有多顿 结果后来啊 从悲伤当中走出来 我就跟我妈妈讲 我说母亲啊 那一段时间我哭成这样啊 哇 你怎么都不掉眼泪 我妈妈说 你都哭成这样 我再哭那会成什么状况 所以你看妈妈实实想着什么 怎么样帮你啊 当我妈妈那一段话讲出来 我突然觉得 我这一场恋爱没有白的 我终于知道 谁才是真正爱我的人 好 所以 我已经跌过的坑洞 请诸位不要再跌了 真正处处替你着想的人 才是爱你的人 所以当你躺起恋爱来 痛苦万分 障碍重重 唉 舍得 舍得啊 能舍是智慧 当然啊 在坑的过程 有冲突 你也要保持理智 因为听说啊 恋爱可以让人成长 但是也有另外一句话 在恋爱当中的人啊 智慧智商最低 好像明白都要在弹湾以后 然后颓废了一阵子 突然翻开一本经书 怎么样 哎呀 但是生命太可贵了 不要这样糟蹋 所以现在你就搞清楚了 你就懂得抉择 所以人生的智慧在哪里看到 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所以今天在座的同学都很有智慧 你们今天没有去跳舞 没有去喝咖啡 今天都勉强进来了 好吧 听听看 所以你的抉择怎么样 不懂了 所以人生啊 踏出脚步大小不重要 方向最重要 你先要有能力选择对的方向 所以年轻人不用太急 先把自己的实力啊 砸好 然后你用学到很有领帽 保证你的贵人 存出不穷 所以 当我把眼泪擦干 掉完眼泪 心情也舒畅多了 突然啊 去把这些古圣先贤的经典 重新再拿过来 一看 非常的亲切可爱 本来紫月紫月 头都快要发胀了 现在紫月紫月 眼泪都快掉下来 所以诸位同学 学习的障碍在哪 在不在学问本身啊 在你的什么 心啊 所以一切的障碍 都不在外面 你一定要清楚明白一件事 你人生只有一个敌人 是谁 是你自己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认知 有这样的态度 你的人生啊 会走得非常明白 你把责任都推出去 你的人生会越走越走得越恨 到最后连你自己 都不喜欢你自己 因为你每天都是不好的念头 是吧 所以为一个不好的念头 身体70%的细胞都坏掉了 这科学家很有意思啊 他又拿白米饭做实验 嗯 对啊 要证明除了水以外 所有的物质 都跟人的意念 会起交互作用 所以第一碗饭 哎呀 一粥一饭 当时来处不宜 除何日当 汉迪何弦 谁知盘中顺 历历皆辛苦 诸位同学 你以后要吃饭以前 都把这一首捏一遍 保证那一碗饭的效果 不一样 另外一碗饭就 你臭死了 不好吃 骂他 第三碗饭 不理他 结果一个礼拜过去了 你看 第一碗饭 发酵了 香香的 第二碗饭 臭了 有点发黑 第三碗怎么样 更臭 哇 你看这个白米饭 把人生的道理讲出来 冷战比较严重 还是热战 你看那个夫妻 有时候才骂几句 还发泄发泄 对不对 冷战的时候 我不屑跟你吵 哇 停下去 先生怎么样 爆跳如蕾 冷战 比热战的杀伤力还要强 所以热战 大不了得心脏病 冷战保证得癌症 细胞病变 哇 哇 是不是 所以啊 这个结果啊 把人生的道理 告诉我们 别冷战 别冷战 我刚好呢 我刚好呢 在台上讲这个实力 底下呢 坐了一对夫妻 她的儿子啊 坐在中间 差不多四五岁 她的先生坐左边 太太坐右边 她的心心听完以后 往后呢 退了一下 伸出她的右手 拍拍她的先生 拍拍她的太太 老是在说你 知不知道 我在上面看到这样的情景 汗都流下了 因为我已经可以看到结局是什么 她的太太马上往后退一下 狠狠地瞪着她一眼 所以啊 在这个世上 很多人死得不明不明 真的啊 她太太为什么生闷情 你太太假如没有道义 早就不理你走了 是不是 还每天在那里给你洗衣煮饭 这么有道义的 但是为什么太太都笑不出来 先生都视为理所当然 连句好话都不讲 当然慢慢就怎么样 那股怨气就开始积累了 所以这位男士 你们都还没结婚 告诉你们一句很重要的话 叫好话一句 做牛做马都愿意 但是你们学东西要学到根本 这一句好话必须从真诚的心出来 而不是虚伪的心 所以啊 该肯定因为夫妻啊 夫妇有别 别在家庭的职责 别在互相的帮助 所以要看到别人的付出 也要看到啊 自己的责任 自己的本分 这样家庭自然 就能够合了 所以诸位同学 心理状态 影响健康特别重要 但是现在的人 没有地方学理智了 是吧 交的朋友越多的人 越不理智 因为 每一个人讲的都是什么 有一道道理 有一个朋友 你打电话给我 一打来就开始哭了 我说你别哭了 来慢慢讲 他说我先生怎么样怎么样 就很生气啊 讲了一大堆他先生不好的地方 你不要阻止他讲 先让他把气怎么样 排一下 好 当他心情比较平静 你就要告诉他 先生对不对啊 不是最重要 你自己有没有做对 假如你自己都没有做 你应该做这事情 那你有没有资格说你先生 好 那你现在想想你在气什么 在气先生做不对 你气嘛 结果你现在假如在做不对 那你要气谁 气谁啊 气你自己啊 你凭什么资格气他 所以别人对不对啊 不在第一位 自己要先做对 你才有资格说别人 那很微妙啊 当你自己不看别人的错 而做 应该做的事 另外一个契机点出来 对方很惭愧 他的惭愧心才怎么样 才换得起 所以这个得行的微妙之处啊 还是你亲自去做了以后 才会有感受 所以他这么听我一讲 我就引导他 你妈妈做好了吗 你媳妇做好了吗 你太太做好了吗 那他电话呢 比较平息 他就跟我讲 他说蔡老师啊 我在打电话给你的时候 已经跟我好几个女性朋友聊过了 他们都告诉我 非常的识从 一定要用非常的手段去解决 俗话说啊 临拆十座枪 不破一桩婚 不要给人家乱见 因为家庭啊 他还有后代啊 你这个言语太轻率了 他可能说好 他那一把火快烧起来 你一下就把他点燃 到时候后悔啦 你一辈子啊 都要扛这个责任 我有一个朋友就过来跟我讲 他那时候就建议一个朋友离婚 现在啊 人家夫妻都很后悔 他也很内疚 所以诸位同学 给别人建议要有理智 只要抓住一个原则 只告诉当事人 自己错在哪 原因在哪 你这样去引导他 他的理智就怎么样 提起来 他就不容易意气用事 才不会造成人生的遗憾 好 所以理智不容易学 而诸位同学 您学中医 中医就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所以学中医的人 理解中国文化的速度 特别快 其实我很想当中医师 因为我年纪一大把了 所以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人与人的言语啊 必须建立在一个条件之上 信任 所以 论语里面说 君子信而后 勞其民 不信 则以为 立即 你要建立信任 才能够去 找这些下属 朋友啊 来帮你做事 信任不够 才第一天认识 你来帮我这个 你来帮我那个 人家感觉怎么样 你很无礼啊 所以要信任以前 才能够 找人家帮忙 再来言语 君子信而后 见 相信够了 才可以去劝他 信任 未信 还没有信任 你就跟他建议 则以为棒极也 他觉得 你是不是看我不顺眼 为什么都说我的不好 所以建立信任以后 思想才好交流 而医生是最容易跟病患 建立高度的信任 所以你中医师也可以当一个心灵的导师 好老师 所以我曾经到警察大学 去演讲 那要演讲以前 这个主办的主管也跟我提到 这些军官 这些警官都已经是社会大学读了不少 所以你等一下 能讲个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就不错了 好 好 那他这么一讲 给我什么讯息 但是啊 人不要被他人影响 自己的心定得下来 你那个思想波啊 才能够去影响别人 所以当这些三四十四五十的警官走进来 那时候已经七点多了 他看看我 怎么又要讲课了 往后面走 我这个残弱的身躯 说在旁边 你好你好 这个时候能不能情绪低落 不行 因为 有缘建立 你这个信念够强啊 就不容易啊 把好的缘分流失掉 所以他们一开始 起立 然后我就跟我问 互相问 我就举了一躬 把麦克风拿起来 在举弓的时候呢 我还踢了一个正步 然后麦克风拿起来 诸位阿瑟 大家好 阿瑟是长官 所以他们一听心里面怎么样 很舒服 所以啊 这就是言语的一个分寸 到人家的地盘 首先要先夸张 后面呢 他起欢喜心的时候 你的言语他才容易听进去 所以我们的目的是 是希望能够给予他帮助嘛 那你当然要找好的方法 所以这些阿瑟哦 越听嘛 越专注 我突然讲了两个小时 我说诸位阿瑟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他们说 你不要下来的 继续讲 结果旁边那个主办的长官呢 我就看看他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内向 所以 遇到这个情况我也是惊慌失措 后来他看呢好像情势不可挡 他说那我们再加半个小时 我就继续上来讲 我说诸位阿瑟 我只知道呢 刘德华唱歌有安口 我还不知道演讲还有安口 还可以再加时间 所以我在那一场演讲当中 我就跟这些警察提到 我说一个社会的人心能不能安定 三种职业影响很大 第一种 医生 第二种 老师 我们是同病想 我们要同舟共挤 让社会人心越来越安定 理想好 不能缺我们的力量 第三种是什么 他们一听 你看我这么重要 来到这三个职业面前的人们 心理状态都是非常脆弱 都是非常需要帮忙 所以当这三个行业 所谓不好的时候 所谓缺德的时候 我有一个长者说 现在教育啊 哇上的东西真多 不过就缺一个东西 缺什么 缺德叫缺德教育 其实啊 我这个成长的过程 读了十八年的书 十六年的书 其实 我本来应该用范仲淹的胸怀 但是因为升学主义之下 我变得小鼻子 小眼睛 别人考得比我好 我很生气 别人考得比我差 我很高兴 幸灾乐祸 所以你看我就是一脸短命像 都吃不怕 所以人非圣贤 熟人无垢 过耳能改 善莫大业 所以我这一次回去啊 我爸爸在吃饭的时候 突然给我讲一句话 他说你的耳朵变大了 真的吗 我就突然仔细照一下 好像变大了 向水啊 心转 这是真理 结果前几天我的同事又告诉我 你的耳朵好像变大了 所以命啊 是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 中庸说啊 祸福将至 一个人的祸福啊 能够看得出来 善必先自知 不善必先自知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五八点啊 五八点啊 你们有没有 这一段还要录吗 爱因斯坦的相对录 感受到了吧 有捧自编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也提到 这三个职业 影响整个社会的人心 有没有安全感 所以当 病人遇到医师 他很渴望 医师能够治好他的病 那诸位同学 治一个人的病 绝对不可能只影响他一个人 而是什么 影响一家 甚至于他可能是公司的老板 都还影响一个团体的营运 刚好你医术高明 又可以帮总理看病 那你是影响什么 一个果的命运 所以医生很重要 再来老师 假如老师没有用心教学生 他的家长每天在家里非常的担忧 所以家长不安心 再来社会国家出不了好人才 社会国家的往后就抗忧 所以老师很重要 再来每一个走到 警察面前的人 很可能都在人生当中有偏颇 有误入欺负 所以这个时候内心也很脆弱 假如这些警察都有这一份仁慈之心 都有这一份道德 他进一步去鼓励他 孩子啊年纪轻轻不要再错下去了 你的妈妈都流了多少眼泪 把他的善良喚醒 所谓浪子回头 亲不欢 而浪子要回头 也必须要遇到好的缘分来促成 所以你们都可以是这么好的缘分 去促成很多家庭 从衰败能够有好的转化 所以当这三个行业都提起了这一份 利民利重的心 社会风机会快速上升 我记得我在海口做了第一场五天的培训课程 上到第四天下午 教育局局长亲自来听 他听了一个下午 听完课我就送长官下楼 下完楼他驱车离开 我突然忍不住我的情绪 当场蹲下来抱头痛 我在中国的史书当中看到好多的官 太用心了 当他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 所有的人民都夹到欢迎他 夹到送他很依依不舍 我在海口的时候 去拜访了一个闲人海瑞 大家都听过海瑞罢官 海瑞所到之处 所有的这一些地方的恶霸 这些不好的士绅 他还没到以前 通通自己拍拍屁股先走了 所以他的德行能够威震一方 所以他到过的地方 人民都非常感谢他 我每每每在读这些文章 都很感动 所以海瑞最后在南京当官 在任职当中去世 中国人重视的落叶鬼根 海瑞是海南人 海瑞是海南人 所以当海瑞的灵鹫要移回海南 整个南京市 毒上烤皮 就好像死了自己的父母一样 主位同学 我们来感受一下 当一个社会不安定的时候 人民的内心有多么渴望 好管出现 所以我那时候一时情绪也上来 旁边的老师不了解 还以为我在 有什么伤心之处都一直在安慰我 我说你让我平行一下 我是感动的 没有办法控制 那医生如是 我最近看了一部片子 叫神医许俊医道 演了六十几集 在这个影片当中 我也不知道掉了多少次眼泪 因为我自己啊 从小身体都不好 祸福相依 小时候吃很多垃圾食品 把胃都吃坏了 所以我去给人家请客 菜都还没有上来 我已经吃饱了 叫喝饱了 喝汽水 汽水最喪味 所以喝下去以后呢 东西就吃不下去 所以我那个喝的汽水的气啊 排到现在都还没排完 所以你看伤害多大 然后一路啊 都在看医生 内心很脆 看一个换一个 都解决不了身体的问题 所谓哀莫大名 心死 真是如此 不只是当事人的忧虑啊 整个家庭都不放心 所以当遇到一个好医生的时候 不知道有多少人 可以啊 化烦恼为喜悦 整个家庭的整个气氛啊 还有他的运势都会翻转过来 所以我记得许俊第一次治一个病人 那个病人上吊啊 一个女孩子 上吊以后啊 已经 没有呼吸了 但是还有心跳 他就救她 就把她救活了 当下那个女孩的感谢 还有啊 父母的感谢 那不是用言语啊 可以形容 所以他救了她 也救了家庭 更重要 他救了自己的慈悲心 仁慈之心 所以看起来是我们在救病患 事实上啊 病患在成就我们的德行 跟我们的人慈之心 所以这些理由我为什么能体会 因为啊 跟老师一样 老师所谓啊 教学 相掌 表面上看是我在帮助学生 事实上是学生在成就我的道德学 成就我教育的爱心 所以后来 许俊有一次要参加科学考试 是考医官方面 结果因为在半途当中遇到了一个村落 整个村落 一大堆人生病 没有钱 看医生 所以他就帮他们看 结果越看呢 民生传出去 来的人若育不久 到最后连他要进京考试的时间 都有可能怎么样 耽搁掉 所以他撑到最后 撑到最后 然后呢 就有一个年轻人 带着他 要赶路 这个年轻人 把他带到家里 不是去赶路 他就跪下来 我的妈妈病得很重 可不可以先看我妈妈 哇 他说我根本赶不上来 他还看你妈妈 他还是看了 看完以后啊 这一个年轻人跑去 说我帮你牵一只马来 我帮你牵一只马来 你就赶得上 结果那一个年轻人 是去偷嘛 这么一座啊 官府把他抓起来 连许俊都被抓起来 这个白口莫辩 被人家诬陷了也没办法 虽然当事人说 是我自己偷的 跟他没有关系 后来官府把他关起来 所有的市民 通通围到官府了 所以啊 真正有人德之心 必然敢得众人的什么 相助 每一个人都有良心的 爱人者 人恨爱之 所以后来 这一个地方的官员说 来 我准备一匹马 让你骑 所以他就赶快骑着这匹马 去考试 中途啊 跌倒啊 你们的心脏有没有跳很快 心脏跳太快会折瘦 结果他一醒过来 来不及了 所以他赶到的时候 机会已经没有了 主位同学 损失了嘛 所以人生不要活在患得患死 人生一饮一着 莫非前变 该是你的福分 你跑到天涯海角躲起来 他都会到你面前 你不要担心 所以中国说 塞翁失马 塞翁失马 焉之非福 我今天假如没有舍掉 铁饭碗 终生的工作 我如何能有机会 遇到这么多的长者 这么多的好老师 给我知道 所以有舍啊 才会有得 所以行善的心不能退 你不要因为回馈不好 你就觉得 哎呀算了我不要做好 不要 你要用你的人生去印证 这个真相 命由自己造 服务自己去求 所以那一天我们有一个律师 他就跟我提到 他说有一次 刚好他的同学没有带雨伞 他很好心啊 拿着一只雨伞 跟他的同学一起撑着走 结果因为雨伞不够大 所以他也淋湿了 那他的成绩很好 六颗里面有四颗一百 两颗好像是九十九还是九十八 很优秀啊 他去参加外语文的测试 结果因为淋雨了 发烧了 喉咙 有一点变身 那语文学校最强调的是什么 讲话 所以他就 考试有过 面试没过 要不要沮丧 结果他就说道 假如他去念了这个语文学校 他现在一定遇不到他这么好的老公 是不是 再来 念了语文学校以后 他一定崇尚外国的文化的几率高 他就再走回来接受圣贤教会 就怎么样 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他在我们 我们的老师当中 他现在也在分享他的收获跟体会 整个家庭都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确确实实 是塞翁师马 焉之非福 当你把这个患得患失放下以后 你的人生往后啊 会越走 越自在 所以我个人也体会到这一点 那当我 那时候 在当老师的时候 我们先讲 我们先讲许俊 许俊 许俊 因为 看病人 而不去科举考试 赢得了所有 这些村民 对他的认同 他这个名声 也传开来 所有的人都很佩服他的义得 所以因为他曾经在学习过程 犯了一个大错 由于这个表现 他的老师 又重新教导他 是考上科举重要 还是能得到真正的名师指导重要 当你先得了机会 而不是先掌能力 有时候会把东西搞砸了 对啊 所以因为有这份人心 往后的安排 成就了他的医学 后来他也以第一名 考上了 所以确确实实 我们行医当中 念念想着 是病人的痛苦 所以我们皇帝 林区篇 林区里面也提到 好啊 传后事而无患之人 你看老子中有没有智慧 能不能随便的人当老师 行不行 能不能随便的人当医生 不行 所以啊 看到诸位 我的内心十分的喜悦 我看到好官是抱头痛苦 看到好医生 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我相信 一定会出很多很多的好医生 在我们啊 中医药大学 刚刚我们的朋友就提到 说老师啊 你今天讲课啊 状态怎么这么好 我说啊 这里的磁场太好 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想着 我怎么救人的命 所以这里的磁场怎么样 不然你现在马上去 停时间试看看 一定不一样 那整个无形的气氛 所以为什么中国人 教育当中啊 强调环境的寻导 那时候潜移 莫化之效 所以当老师 当医生都不能够啊 没有德行 无患之人 就是无德的人不能穿 那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到 有一个医生 草菅人命 死了以后堕到十九十八成地 掉下去之后呢 他就在那里很生气 我又不是故意的 气死我了 汗那么重 这个叫死不认错 结果呢 突然底下就有人说 老兄啊 老兄啊 你别踏啊 你的灰尘都染到我的身上来了 哇他吓一跳 哇 草菅人命都十八成地 那你是干哪一行的 我是当老师的 啊 命啊 没了就回不来了 但是老师是智能的会应 智慧错误啊 人生偏颇 不只影响一个人 还影响什么 错误的观念在传给他的孩子 污染了人家 世世代代的之所以 假如你教出来的学生 教错了 然后他又去当人家的小学老师 那真是啊 太太多的祸患了 所以 把老师当好 可以前途 无 无量 把老师当得不好啊 就会前途 无量 就亮不起来 一片灰暗 我都讲老实 但是呢 诸位同学要听一次错 罪翁之意 不在酒 在哪里 我讲老实你们要听懂 医生也一样 所以我记得 我第一年当老师 有一个学生的奶奶 她爬了四层楼上来 还有一点气喘吁吁 突然看到我 就给我举了一个弓 她说蔡老师 你好 这个弓举下去 我突然觉得老师两个字 责任很重 一位长者 全心的恭敬 对你行这个礼 人生求个不占人便宜 人生求个不要 对不起她 那我怎么去回报她 这样恭敬的态度 怎么回报 一定要好好 尽心尽力把人家的 孩子 把人家的晚辈教好 所以各位同学 有没有看出来 我有点驼背 左边一个老 右边一个湿 好 但不行 我要活长一点 不挺胸了命都短了 要活长一点 要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不能燃太短 所以因为要对得起 别人长者的恭敬 我们就要求自己 要赶快提升自己教学的能力 我在那个当下 也体会到 中国文化 有两股最根本的根基 一个是孝道 各位同学 孝道啊 最重要的 懂得念恩 懂得孝顺父母 这个是一个根本 所谓圣中追缘 明德归后 但是这个孝心长不起来 他的德行 怎么样 长不了 所以人生啊 你要有很高的判断力 对事情才看得清楚 好 那我问诸位一个问题 假如现在 有一个男士 他西装 鼻涕 身高差不多174公分 跟我差不多 长得一表人才 跟我不太一样 然后呢 三年如一日的追求你 你生日 他都一清二楚 他都在算你生日的例子 时间 然后就买九百九十九朵玫瑰送给你 你最喜欢吃什么 他一清二楚 常常给你献殷勤 比方说你半夜 哎呦太饿了 睡饿醒了 打一通电话 打一通电话给他 我想吃芝麻糊 那是我喜欢吃的 他二话不说 马上骑着摩托车 咻 咻 来到你们家门口 然后给你慢慢吃慢慢吃 别一夜早了 觉得很幸福 好 突然 你有一个长辈 跟他是邻居 他走过来告诉你 这个男士啊 对他父母不孝顺 你自己啊 考虑考虑 要不要嫁给他 这位女同学 要不要嫁 哎呀 你们这个时候还犹豫 真正遇到了 啊 我看是 凶多吉少 有一个理智 所谓男怕入错 女怕真错人 选择错一个啊 全盘可能就砸了 所以抉择以前 要有高度的判断 而人懂的判断 必然要有智慧才行 要有理智才行 好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 为什么不要嫁 刚刚谁讲的最大神来 这位同学 为什么不要嫁 对的 生命会有很多变化球 来的时候你要全然去接受 好来 因为我们肯定是很孝顺父母的 要是他不孝顺的话 要是他不孝顺父母的 哇 来掌声鼓励 主位同学 一个人有孝心的时候 他就能判断正确 他会想到父母 婚姻喔 是不是两个人的事 现在很多人到国外去留学 回来以后 我俩 决定在什么时候结婚 我俩 谁最大 我跟太太最大 我女朋友最大 爸爸在哪 妈妈在哪 所以从这个写帖子啊 恭敬心有没有 没有啦 所以结婚是两个家族的什么 一个姻缘的结合 不被父母所认同的婚姻 不幸福的几率啊 会怎么样 会很高 当然我不是怀疑你的判断 好 但是呢 人生的智慧啊 必须随着 经验的积累 所以当你的经验不足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判断错误 但是喔 年龄跟智慧啊 不一定啊 一定要成正品 就是不一定啊 要活得一爸爸年纪才有智慧 只要你有好学的心 你的智慧会积累得很快 所谓好学近乎什么 智 那你也不要想说呢 学智慧一定要 到了这个胡子这样抓的时候才有 只要你掌握了圣贤教会的纲铃所在 你可能在半年之后 整个人的思想观念就提升起来 我们做中国文化的课程啊 到现在已经一年半多一点 很多的这些朋友啊 都一直在学习当中 所以有了智慧啊 家庭状况 事业状况 都很快速的在变化 所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远 谁是巨人 当然我不太像 老祖宗四五千年的智慧 是巨人 诸位同学要跨上去啊 而这一跨上去啊 只要你有谦卑恭敬的心 绝对跨得上去 因为这些老祖宗啊 念念都想着 如何成就我们的人生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 为什么不要嫁给他 这个还是很重要 因为一个人有孝心 他道义恩义的人生态度 才会提起来 假如他连恩德最大的父母 都提不起这个态度来 学如逆水行舟啊 不进 则退 所以好的没学到 会学到什么 会学到什么 有没有人说 我今天没有进步 也没有退步 有没有这样的日子 有没有 建议你们一个方法 把眼睛蒙起来 把耳朵塞起来 这样有没有效 保证没效 为什么 你所有的东西都不看到了 你不被影响 但是你的脑子里在干嘛 好的多还是坏的多 所以你错误的思想太多的时候 纵使你不接触一切外在的环境 你还是在 退步 所以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 烦恼越多还是越少 那怎么会这样 年龄越多 越有智慧啊 会见可以断烦恼啊 那怎么会越活烦恼越多 是什么 智慧啊 下垛啦 所以不进 则退 没有道义恩义 会形成另外一个态度 厉害 所以这个没起来 这个起来 所以为什么会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 因为你长得年轻 貌美 又在众医院大学读书 以后前景看好 所以他会全力啊 以赴 好 真正找到了 就取到了 三年以后 你帮他生了一个 白白胖胖的儿子 突然 他在外面工作 又遇到一个更漂亮的 更年轻貌美的 诸位同学 会起什么变化 从力变什么 你们连这个都不会判断吗 面对信实啊 从力变什么 害要怎么样 害要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我们这些读中医的人都很仁慈 都不愿意把答案讲出来 害啊 就怎么样 挡在他的前面 有以欲望为导向的人 只要挡在他的前面 他会怎么样 一定把他推开 所以我们看到 徐志摩先生 当他遇到 张又宜小姐的时候 你看他做了什么动作 他的太太还这么年轻 他已经有一个孩子了 他的太太又怀第二个孩子 他说我要跟你离婚 他说我要跟你离婚 去把孩子拿掉 要看懂啊 情感是幻灭的 变化 莫测 情感 只是男女之间的媒介 真正相处 能够白头歇老的根源 再有恩义 再有道义 但是女孩子就喜欢听花言 我替你们好担心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 当时候 你去把孩子拿掉 他的太太对他说 林慧英说 把孩子拿掉会有生命危险 她说啊 坐火车都有可能会死吧 哎呦 这种话讲出来 我都很伤心 对啊 后来啊 离了婚以后 他的太太也很认真 自己也经营事业经营得很好 然后还聘老师啊 每一天来给他上中国文化 那时候是因为他的兄弟支持他 所以他的孩子是到德国去生下来 他弟弟在德国 那 那 后来 这个徐志摩 又看上了另外一个女人 陆小曼 所以呢 又把人家的家庭怎么样 陆小曼有先生啊 又把人家的家庭啊 毁了 那他有没有幸福啊 每天呢 跟陆小曼 常常吵架 也是搞得不可开交 后来啊 张又宜 要举办一场好像是 演讲会吧 对 演讲会 我说 徐志摩啊 我一时想不起来的 因为我没把他放在心里 这个徐志摩啊 马上呢 又坐飞机要去看他 你看 他对 对 陆小曼 是不是真心啊 真的绝对不变 会变的 不是真的 結果他在坐飞机的过程啊 飞机失事 就是想年 三十五岁 但是张又宜啊 后来啊 还照顾徐志摩的父母 奉养到他们终老 还给他认作干女儿 两个孩子也教育得很好 还寄钱给陆小曼 接寄他 你看他心量够不够大 徐志摩真可惜啊 哎呀 真是啊 插之好理啊 石子千里 这个张又宜啊 活到八十九岁 所以确确实实啊 人心很重要啊 你会走出不同的人生格局 所以厉害是靠不住的 当这个动作做下去呢 社会整个都牵动了 离婚率上升了 这个离婚率的背后啊 代表很多家庭失散 我们教书啊 对离婚率特别敏感 因为很多孩子行为比较偏颇啊 来自于不健全家庭的比例 特别高 而且伤害不是离婚以后伤害 离婚以前不知道多少年 都在这种不和谐的气氛当中成长 所以离婚率又会带动另外一个指数 所以离婚率又会带动另外一个指数 犯罪率上升 所以孩子偏颇 他就很恐 很可能 在进入社会这个大栏纲 误入歧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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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